第一站就带你去桃园龙岗的忠贞市场 忠贞市场是在地非常有名的老市场 里面藏着许多美食 其中又以米干最为知名 那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要带我去吃市场里的人气王了 没错 这一间米干呢 你别看它装潢很新 其实它已经开业有将近28年的历史了 看看店里满满的人潮 高人气一目了然 那我们也赶快挑个位子 坐下来吧 传说中的米干上桌啦 我好像有看过耶 我之前好像有去云南看过类似的料理 不过这好特别哦 他们这个是它的招牌对不对 它居然还放上猪干 它其实看起来像面条 又有点像板条 但它其实吃起来你就知道差别在哪 它真的吃起来有点Q度 但是它其实 不会像这种完全是 完全是Q到弹鸭那种 它反而就有点像是咬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咬劲 但是它又可以一下子就咬断 而且因为可能是汤的关系 所以它整个米干超入味的 很像非常粗的米粉 但是又有点Q度的感觉 因为它其实叫米干嘛 但它的原料其实就是用米去做的 所以跟一般的面条 吃起来口感你就知道那个差别在哪 来自云南 大家其实来台湾的时候还是有稍微做一些改良 比较符合我们台湾的胃口 也是啦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就是会特别在这里面加竹干啊 而且它料真的超丰富 还有肉片 那很夸张 这整晚吃下去 我可以一路饱到晚上 我跟你说就是早午餐吧 是不是有符合你的期待 它这个汤的酱香味超浓的原料 而且它还煮猪肝进去 所以它完全是非常浓厚的猪肝汤 就是那种猪肝酱香 这个真的跟我之前在云南吃的很不一样 可是它比较太实 对 有点沙茶的味道 蛮符合台湾在地的口味 就是它是比较浓郁的酱油香的感觉 酱油再加一点沙茶 然后又有点猪肝的香味 所以它不会到丝线 它其实这个酱蛮活的耶 我来吃吃看我的这个是凉米干 它其实有点像凉面 感觉干的其实蛮适合台湾就是夏天吃 因为夏天真的有点开的 我吃起来蛮凉爽的 酸辣酸辣的那种 就有点像比较你会想像说是 来自于云南的料理 像这个就比较是属于咸的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它是米粉做的 所以它可能巴那个味道 酱汁的味道可以巴附得很密 像我这个它真的吃起来 它完全是比较软 跟相对于你来讲比较软硬 然后它酱香味就会比较浓 然后是一下绵绵的 有点一下就可以咬断 然后最后才有点QQ的感觉 所以你这一下口就是Q的 而且因为它巴附上这个 那个力道真的很酥 所以它可以吃到它很浓的那个 很浓郁的酸辣味 因为它又是凉凉的 又加酸辣 其实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啊 或者是你没胃口的都吃 其实它还没错 因为在台湾70年代时 由一批来自云南缅甸等地的居民 搬来这里居住 形成了一个小型聚落 因此也带进了那里的饮食文化 这里的米干 到现在也转变成台湾人爱吃的口味 变成这里独有的特色小吃 刚刚我们发现这边 其实很多全家大小 一起出动来这边吃早餐 对啊 而且其实它整个装潢是非常的稳 蛮意外是非常文青 尤其我们一路市场走过来 突然遇到这间文青店 总是觉得很厉害 没想到它其实已经开了30年 它原本市场的旧样子的照片也在那边 为什么这区域这么多米干店 这边因为其实以前有很多外省移民嘛 那他们刚好还是 这区都是比较多来自云南的人 那他们就是因为家乡菜啊 然后怀念家乡的口味 所以就自己煮… 结果越煮越受欢迎 结果就干脆开店做生意 然后这边就有点变成 大家会说是米干之香啦 其实这边会有 每年都会有举办米干节 你就知道说米干在桃园地区 是有重要性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来这边 完全可以来吃吃看 就是台湾风味的米干